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不断修补漏洞的制裁放弃台积电转向三星联发科购买芯片或许是一条出路 此前有消息称华为已经向联发科订购了1.2亿颗的芯片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8月17日美国再次扩大了制裁范围 且除了禁止使用美国软体或技术设备之外 更加码禁止华为采用第三方IC设计厂购买芯片 将华为外购芯片的渠道也阻断了 在美国5月宣布禁令后高通无法再出货给华为 很多人认为成绩多年的联发科要从华为的芯片危机中大赚一笔了 但在美国新一波禁令下联发科也无法出货了 甚至他们前段时间会华为准备的3000万套手机芯片 很有可能也不得不堆在仓库中了 而联发科只能去寻找其他买家来消化库存 当下联发科还在做最后的努力 以按照美国商务部的规定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申请 不过据了解美国目前已收到了4000余份的申请 但仅通过1000余份 虽然通过比例高达25% 可与手机5G相关的申请都没有通过 例如高通 谷歌等 郭敏金认为无论华为能否在9月15日后获取手机零部件 华为在手机市场仍然会受到负面影响 最好情况是市场份额降低 最坏的则是华为退出手机市场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